我是从iPhone 4s开始成为iPhone用户的 中途有大半年时间用过谷歌Nexus 5s 现在我主要的手机是iPhone 10 大约一个月前 我买了人生中第一个小米手机作为备用 我想在考虑要不要买小米股票前 应该想想自己购买小米手机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现在正好是谷歌Pixel 2和Pixel 3 青黄不接的时候 小米可以是一个过渡性的选择 第二个原因是我的备用手机预算是1000元 在没有做任何调查的情况下 小米平时的广告似乎给我留下了他们有几百块钱手机的印象 我就直接去了他们的主页me.com 第三个原因是我在地铁里看到好多人都在用小米手机 也想自己试一试 这三个简单的理由让我迅速买了一台小米 但是这些理由能用在购买小米股票身上吗 让我们倒回去看看 首先地铁里有很多人在买小米股票吗 从机构投资人的判断来看不是这样 小米股票发行屡次推迟 定价也在指导价区间的底端 说明需求疲软 而且手日破发 虽然小米说这是贸易战的阴影 但我怀疑小米暗中庆幸 有个贸易战来当挡箭牌 其次小米的股价便宜吗 虽然小米手机便宜过谷歌 苹果三星 但是按照股价和公司盈利的比例看 就算加上腾讯 阿里做对比 小米的股价却是这些公司里最昂贵的 最后 如果自己真心在等待的手机是谷歌的Pixel 3 为什么不买谷歌的股票呢 当然 我对小米股票最大的保留 可能正是我对小米手机最大的满意之处 它太便宜了 准确地说 作为800元一个手机的用户 我有了一种占小便宜的感觉 这种感觉和存了好几个月前 买iPhone X的物有所值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占了便宜的人都应该问一句 你在占谁的便宜 为什么会有人让你占便宜 当你得到答案之后 自然知道要不要成为 备占便宜的人 感谢收看忍者ATM 每周一条逆向思维的理财短视频 别忘了关注我们的账号 at忍者ATM